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赤狼 赤狼 牛腩回來了 不吃 不是赤狼 老婆 好 妖怪 你真厲害吧 整晚都在這裡又赤狼又波波 又說不吃什麼鹿肉 這麼大壓力嗎? 你還吵過Emma轉眼 她說你兩句 你沒這麼大心理壓力吧? 不, 其實叫一聲赤狼 欺負兩萬三千 你應該睡得安樂才對 正所謂男人老狗 做人做狗, 沒所謂 其實做Emma的狗也不錯 很害怕 你記不記得? 日出赤狼 貴過歷史魚仔很多 你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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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了 Emma的似狼 你發脾了, 車長 走 走… 我們叫你九公園 走 爸爸 辛苦你和Emma的婆婆了 婆婆神經病 當做善事是豪必的 如果你真的當做善事的話 就不會躲在這裡半小時了 躲在這裡, 我有很多事做 多少晚做… 爸爸, 多謝, 你有錢 爸爸, 你這樣秘法也搞不定 我知道這樣被小的笑法是很可憐的 爸爸… 不如讓我扮廁狼吧 我小小就知道廁狼的動靜 而且最重要的是 女孩子嗲人不會被人笑 你覺得你冰法像狗呢? 無法都像 那個婆婆沒有人性 在她心裡只有獸聲 經常顧著那隻狗 那如果讓我陪牠多一點 我就知道牠是不是真的想著廁狼 還是想玩你 就這樣決定吧 老闆娘, 我是曼曼 謝謝你一直以來的栽培 但我爸爸現在一個人做事很辛苦 所以我很想幫他 所以我要辭職 真的很對不起 我們遲些再談吧 我現在很忙 幹什麼?做得好你們辭職 人家又加了你薪金 爸爸, 你讓我在這裡做兼職吧 我真的很想陪你一起應付Emma婆婆 萬一如果她太過分 也有我和你一起分擔 你不看這裡的東西 又擔又抬, 你搞得怎麼樣? 我不怕辛苦 最重要是和你一起撐 很難的嘛 而且姐姐現在考地產這麼辛苦 我也很想努力一點 和你一起駁一間公屋回來 不夠力嗎? 當然行了 你看看我家繼承了爸爸的真傳 各位同事, 麻煩曼曼來 我介紹一位新同事 是我的女兒, 曼曼, 走來做兼職 歡迎… 大家多多指教 請請了 行了, 多早的人來 我就是升級做師兄 萬萬, 放心 有我照著你, 沒問題 謝謝力哥 是, 定先生, 早安 是… 鮑魚哪種最多汁? 真的要檢查一下 幫我看看 鮑魚我們有八種 去哪裡?開工了 出外去開飯了 這麼早可以吃午餐? 你又想吃午餐? 開飯就是下貨搬貨的意思, 走吧 那去哪裡搬貨?搬多少箱? 我可以的 車子在門口, 你要數多少箱自己數吧 你?只有幾十磅, 有用力搬嗎? 貨炸下來, 我賠不到太子女給車廁 不是…車總, 你還是加壓力 先學習其他東西吧 不要騷擾我們了 交給我, 這些粗重的東西 辛苦你們了, 給我一個五目 那我們要幹什麼? 這些搬貨的東西可免則側免 今天第一天, 我就教你上貨 薯片就交給我 薯片也說粗重? 我對你很好, 我留了棉花糖給你 那裡是給你的 這樣做事怎麼能幫到爸爸? 那豈不是多出一份薪, 養一個廢人? 這個世界確實有很多廢人 不過我知道你不會說我 我還是先幫忙開飯 你真的去嗎? 你剛才在太子女面前說車廁 很快就快, 最多下次不叫他車廁 叫他救經理 你這樣, 想不讓人聽到? 那倒不怕, 車廁自己認 我留一箱, 狗罐頭還以為是雞肉味 讓他做下午茶 嘴巴還臭 我猜不到 他們這樣說一會就太過分了 你去哪裡?我還沒記錄完 記錄什麼?他們正在笑我爸爸 我正在幫你記錄 誰說車廁最多壞話, 誰最賤 你看, 現在阿啟和阿Gate說得最多 到時候我弄了XL給車廁 全部解僱, 沒人再敢試一下車廁 全部解僱? 那豈不是只有我和你, 哪有人做事? 那不是怎樣?你叫他們別說嗎? 包裝在他們身上, 你能按住他們嗎? 我沒理由站著什麼都不做 如果你家人被人這樣笑, 你行不行? 太子女, 你出來幹什麼? 你們搞定了 就是了, 你小心, 弄傷你 如果我可以一個人搬這裡成車廁 你們可否答應我一件事? 別玩了, 成車廁你一個人搬 你搬到, 我捐薪金出來 你搬到的, 叫你啟姐了 不用, 我就是想你們答應我一件事 就是以後不能在我爸爸面前或背後 再叫他做次郎生, 狗經理或是車次郎 慢慢, 行不行嗎? 小心 小心… 說過了 弄壞貨品 我幫你了, 原本車廁答應我 今個月我不用開飯 行了, 我要一個人搬到貨品 你別玩了, 待會老闆出來 看到我們三人要來玩你 我們就不用了 力哥, 你可不可以幫我進去攔著爸爸 我一定要一個人搬到這裡的東西 我來了 我來了就行了, 你走吧 你答應我, 你不要弄傷 來, 你慢慢來 你們兩個人這麼壞 你怎麼搞的?弄得到處, 是你這麼快 你女兒慢慢來, 不懂得收拾貨 弄得她混亂了 所以要靠我替你收拾牆 慢慢來, 去廁所 好, 今天吃了幾本雪糕 你別管那麼多, 先幫忙撿牆 靚妹, 這箱罐頭很重 你搬不夠, 只要弄一箱自己 我可以的 好吧 搬完罐頭, 還有米 米和罐頭我都搬到的 算了, 齊姊 別這麼麻煩了 但是我不是想要這些 車總… 你怎麼搬貨搬這麼久? 對不起, 車總 我們以後都不會叫你車廁下 這次是最後一次 你們不止, 我都抹下你 還要說車總 會叫你做舊經理 還是最後一次 總之以後在你們面前或背後 都不會少你 幹什麼? 我們回去做事 做事… 你幹什麼? 對不起… 爸爸, 他們跟你說對不起嗎? 說什麼對不起? 曼曼, 你為了車總 一個人搬到一輛車 幹什麼? 有罐頭又米, 你怎麼搞的? 罐頭又米那種, 我真的搬不得了 他們有幫忙的 對了, 給你的 幹什麼?給我一支鹽嗎? 幹什麼? 要你做一個有尊嚴的經理 你呢? 好, 走 美女, 要不要再拔鼓或者打小忍? 那些迷信不適合我的 打你的丁有善, 打得你不善 打你的死人手, 打得你有租, 不會收 打你的死人嘴, 我這麼漂亮 你也不會追 追我的女兒了… 這麼複雜? 她追你的女兒也不追你?你這麼漂亮 發雞瞞, 打她死人眼, 打得她經常撞板 那她真的很沒眼光 誰取得你也有福氣 那倒是, 我說以前都是銀行之花 我老公經常說取得我, 是她撿到的 內衣選得好 老公回家也特別早 是不是? 那有老公親就行了 這些霧水桃花不用管 這些高級性感內衣, 剛剛新回來的 昨天也買了幾箱 駁一駁一駁到什麼? 今晚跟老公恩愛下 說不定明年多一個B呢? 現在買五送二, 抵得難 那不可以是不同款式 做彩虹戰隊也還可以 真是的 有沒有我的尺寸? 有…這個顏色也很漂亮 這些款式就是我剛才買的那款 不過價錢相差很遠 婉姐, 這麼巧? 是呀 你也是買了這個牌子嗎? 今天有新貨 快點吧 急著幹什麼? 老公, 謝謝你訂了押駁一駁 我們一翻新貨會馬上通知你 原來是押駁一駁, 難怪了 對呀, 稍為對自己有要求的女人 都會買的 你看, 一翻新貨就買完了 你不是還沒穿過嗎? 我不是還沒穿過, 我不需要穿 女士, 但是你這個款式 好像不夠合適 如果你選擇的款式 可以升一至兩個級 你叫我買東西當然這麼說 我老公也沒頭髒 女士, 請問這輛車是你嗎? 是… 我看有點濕, 我替你擺一邊 好, 謝謝… 你逛街幹嘛帶這麼噁心的車? 真是失禮了 阿震, 是不是可以嘗嘗這些衣服嗎? 是嗎? 快點嘗, 不用錢 對… 快點嘗, 不用錢 老公, 今晚是否準時下班? 你看, 你嘗嘗的款式真的很漂亮 說你也不明白了 今晚有驚喜, 早點回家喝湯吧 你還好, 小小還有貨 起碼升了一級 你平時什麼都可以省 買衣服、買底下的錢真的不能省 首先這個設計一定要性感 有視覺上的衝擊, 質地要高級 摸下去令他愛不適守 很滑吧? 這樣才能孤得住你的男人 好啊, 真棒 去到這年紀, 情趣的東西就不少了 小姐, 你還有什麼顏色? 一個下午收這麼漂亮, 真聰明 以後在超市 沒人敢叫爸爸做車次郎 你收那些, 全部都傻傻奸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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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奸 爸爸, 這個我真的收不到Jolan 四次郎 真的碰到你下班了 先別去拿車 不拿車?坐你的車嗎? 當然不是, 你看現在 全部都是零食 你要坐也沒空 Emma婆婆, 你載這麼多零食去哪裡? 你去哪裡? 平時這個時候次郎 我也要帶他去草地玩玩玩 你知道狗狗吧 一天要去兩次廁所的嘛 我剛才剛收拾完而已, 好嗎? 我說你放完工, 是時候放鬆一下 Emma婆婆, 不如我和你一起放鬆吧 好啊… 車次郎 快點來吧 我回想起, 次郎有時候真的很聰明 我叫他跳舞, 他真的會跳 我叫他跳舞, 他會跳地 一會兒會裝死 Emma婆婆, 我裝死也很聰明 裝死我還耍耍 一個小時後叫我 我回想起以前 次郎這時候當然是抱著我 次郎真的很乖 對, 又不會騙我, 又不會離開我 老婆, 我也沒騙過你 除了打牌也會像 爸爸, 你專業一點 你假裝死的 對, 我們可以玩擲球 好啊… 因為我試試擲球 那次郎就會去追 我陪你玩, Emma婆婆 好啊… 你… 次郎 次郎 等一會兒, 你去哪裡?Emma婆婆 等一下, 阿婆 阿婆 阿婆, 等一會兒 Emma婆婆 不要 快點吧 等一會兒 Emma婆婆, 小心 Emma婆婆 阿婆, 去哪裡 Emma婆婆, 不要 阿婆, 停, 你很辛苦, 不要再跑了 不是, 我真的看到 兩個人抱著次郎走過去 阿牧, 你是不是眼花了? 我金正火眼, 我看到她 次郎就是帶著漫漫 你送給她的煲胎 不會錯的了 是吧?那我一定要去找才行 你去那邊找找 來, 其餘跟我來 誰是其餘? 次郎, 你在哪裡?次郎 什麼都在拍下我吧 阿婆… 是她了 是誰? 是你了, 是你偷了我的狗 快點把次郎給我 什麼次郎? 什麼次郎? 哪有狗?West的狗? 不, 剛才我真的看到她 跟那個女人抱著次郎 她看到我們追她, 馬上走… 冷靜點… 我很冷靜的 我的次郎真是人見人愛的 那天她趁著漫漫走去撿球 你就抓了次郎, 是不是? 是嗎? 你玩…選人玩 看就知道這個東西會跆拳道的 你玩我吧 老婆婆, 你弄錯了 那隻也是玩具貴婦狗 但牠不是次郎 你看牠的毛也沒有次郎那麼矮 那條煲胎跟我送給次郎那條是同款 現在正常人都會看錯 又難怪你的, 媽媽婆婆 媽媽婆婆, 先喝口水吧 我們明天再一起找次郎 我們明天一定會找到 你說是不是?爸爸 我覺得我自己一直都在騙自己 遲來我可能已經死了 我以後都不會再找牠了 人老了, 原來真的一樣東西都會離開自己 不要緊, 喜歡就多叫我兩雙次郎 我經常叫這次郎 我因為跟你在一起是很開心 自從家寶和次郎走了之後 我做人真的沒什麼寄託 我每天天早上起床都不知道為什麼 眼光光地熬到天黑 但是有你們, 我日子真的快過很多 但是原來我一定是自己開心 而…你們是很…很辛苦的 我真的對不起, 我以後不會弄到你們了 以後都不用你們陪我 怎麼了?不舒服嗎? 把牠喝湯, 媽媽煲了兩湯 我又被牠罵了 我跟媽媽說了, 我不回去了 回去什麼? 你可不可以載我去孖叔叔嗎? 你去孖叔叔幹什麼? 我想跟力哥打遊戲機 別玩了, 你也不打遊戲機 又想去見Emma婆婆吧? 是嗎? 好朋友嗎? 我擔心Emma婆婆 她剛才哭的樣子 還有她轉身走的背影 我覺得她真的很可憐、很淒涼 是, 婆婆也是很可憐、很淒涼的樣子 她現在是第四到第五的階段 由這個沮喪慢慢變成接受 遲些會當我們是親人 加上我們的名字 到時候我們就有高屋子 但是你有當過她是親人嗎? 那個就有, 我們照顧她嘛 真還是假? 真的, 怎麼會是假? 我就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叫我做次郎, 當我是狗嗎? 現在耍我嗎? 不是, 爸爸 我看得出Emma婆婆叫你做次郎 是因為她當了你是她最親、最信任的人 她已經當了我們是親人了 我們是她每天早上起床的動力 對…動力 不是, 爸爸 我覺得我們再繼續這樣欺騙她 很沒人性、很過分 你知不知道這個婆婆的來龍去脈 就是她搶走你爺爺 令你親生媽媽 沒得見你爺爺最後一面 你媽媽說得對 對付這些仇家 人人得而諸之 殺無射女兒 這些只是你和媽媽想要屋子的藉口 你們帶人的事, 我不明白了 你不用送我去我伯父 我自己去吧 我幫你習慣了 沒事吧 我天吵這類酒店在我已去 真的要嗎? 太累了 怎麼黑了? 這麼厲害? 是啊 好喝的 當然好喝 真的? 是啊 喝完湯, 快進房間 進房間怎麼了? 你說呢? 這間房間沒那麼小進去, 怎麼了 怎麼?不知道, 我不管你了 喝完湯, 快進去 快進去 你真怪怪, 拍了藥 真多 熱鬱症 老年的鬱症一般會出現身體行為 情緒及認知, 這兩方面… 怎麼這麼說? 車子明? 車子明? 什麼? 車子明 不, 我全身上下, 買了二千多元 你忙也不忙 二千多元, 你呢? 這麼多元? 什麼什麼難?不是蚊子 你知不知道漫漫進去公司了嗎? 不知道, 她告訴我 不是, 公司同事問我 為什麼要聘請我的女兒 那怎麼辦? 讓我回覆了她 怎麼回覆了, 怎麼回覆了? 過來吧, 拆禮物吧 拆什麼禮物? 聖誕節呢? 拜託你把衣服脫掉吧 你又有訊息了 不是, 媽媽說Emma不見了 她不見了, 現在只是下樓下而已 不是, 她說Emma今天很不開心 我現在也很不開心 是嗎? 是呀, 你只看著手機 你也不理我 這麼不開心 你是不是現在你婆婆也不理我 是婆婆 我來的, 七十二歲, 今年你幾歲? 她比我聰明, 你不用擔心她 你擔心我更好 是呀, 我擔心你, 真的擔心你 擔心我什麼? 因為看著不舒服 很不舒服 讓我幫你探熱, 看著不舒服 你讓我擔心我 陳志明 什麼事? 為什麼你沒有反應? 我怎麼知道呢?可能年紀很大吧 你不是年紀很大而已 我不是你 你要多久?說 只要我一天沒死, 一定連本帶你 兜口兜面還給你 我們出來走廣淚 有什麼事? 什麼事?慢慢來, 今天咳嗽 明天再找你 男人大丈夫, 今天事, 今天要做了他 我現在就讓你出去處理你的事情 我立刻回來 說 爸爸?我跟校伯父他們 還沒找到Emma婆婆 他又不接電話, 怎麼辦? 原來沒人沒物 爸爸, 走到哪裡了? 校伯父, 知道他今天有沒有買過菜 煮飯嗎? 沒說, 只是看見他一個人下樓 爸爸, 不如我們報警吧 行…不用怕, 我知道他在哪裡 我一定找到他回來 過了…發現Emma 遇到了…待會打給你 我看見他 美女, 笑買乾爭爭, 有什麼好吃? 做兩碗車仔麵 這個湯底包你吃得嘰嘰嘰嘰嘰 一個人吃龍肉也沒味道 我還沒吃, 我陪你吃, 行不行? 人家說我有偵探頭腦, 我也不相信 我想起你那隻打麻將 你說在小食店做過 你想想到這裡, 轉過來走 果然在這裡, 厲害嗎? 先吃東西吧, 媽 這個很棒 行不行? 我看見你, 我想起我媽媽的時候 又好像你現在這樣 我看見你, 說句話不出聲 叫又不應, 什麼都不爽不睬 什麼都沒有興趣 那些東西是不是說在心裡 沒有病, 說到有病 有病, 說到大病 我當時以為是老人家也是這樣 不知道不是 原來這些… 有得治癒, 好得治癒 只要家人跟他聊天 多關心他 病情好了一半 是一個做兒子的 連同老人家說幾句話都沒時間 你賺多少錢, 多厲害都沒用 只欲養如親不在 每天小小疏忽很容易變成一生的慈責 我知道你沒有了慈郎 是患上了抑鬱症 但是這個有得意 我看過很多資料 問過很多醫生朋友 我可以帶你去看醫生 很多…初初吃藥已經好很多 你這麼精靈, 你別無謂屈, 是嗎 你這麼屈下去, 屈到病 屈死了就不看了 我不是走你去死 你還有很多日子 不過我想見過這麼多事情 你也未必會相信我們真心帶你好 不過以我來說, 說得出來 我心裡比較舒服 好, 吃麵 吃麵, 吃麵吧 湯真的挺棒 想老婆嗎 爸爸, 阿嬤婆婆是不是回來了? 怎麼?她餓不餓?要不去煮兩道菜? 走開, 老人家吃東西了, 要休息 不, 你老人家看緊一點就好 我怕她一時看不開 不要緊, 她答應了 以後會不會不聽我們電話? 爸爸, 你怎麼會這麼厲害 知道阿嬤婆婆在哪裡還哄她回來? 也當我生氣, 你不是說我沒人姓嗎? 你這個臭女兒敢說爸爸 你忍著被雷劈 你這個臭女兒, 說了一句話 不過說了一句話, 她真的說真的假的 有時候好像真真地說 我們騙她哄她的公公 又是比較壞, 又是真的沒人姓的 我們錯了 是你老婆恨恨到發狂才逼你這樣 這個是什麼?你別說她 她是為了我, 為了投家而已 還會… 不是…你兩夫妻很恩愛, 我沒說過 恩愛就知道 什麼?我老婆… 媽媽… 今晚去阿嬤婆家結婚 拿她的飛機遊戲出來打 打到天亮為止 好 我天亮, 你不要回來, 我告訴你 好, 阿嬤婆一起打 你一起打, 叫醒阿婆跟你打 爸爸 你懂得做吧 電燈擔 是, 再見 阿嬤婆家結婚, 阿嬤婆家結婚 你不叫她早點回來喝湯? 她是經理, 很忙的 哪有這麼快回來?我還在挑衣 那不如穿灰藍色那套吧 那套一定行 沒反應 她看過嗎?你又說她沒下班? 不是, 我…我…剛才的照片給她 她沒有回覆我, 即是沒有反應和沒感覺 她就要了 這首歌你說行不行嗎?夠不夠性感 開個面子, 看看你穿得怎麼樣 你真瘋狂 我穿成這樣讓你老公看得不得了 表姐, 實在你現在還用不著搞這麼多 房子又到了手 當初你也是為了房子才嫁給她 無緣無故說這種話幹什麼? 你也要盯緊表姐夫 她在超市工作, 經常笑了 又這麼易說為, 主婦很欺負的 我又不怕, 她這人就是最坦白的 她好像回來了, 我不跟你說了 你什麼時候回來? 幹嘛? 幹嘛? 胃痛 胃痛?你需要藥嗎? 什麼? 這個很久沒痛過了 來, 先吃一口肉 來 你沒事了 你沒事了嗎? 你沒事吧? 你沒事了嗎? 我下次覺得我回來了 你沒事吧? 我沒事了 你的腦子 我沒有分寸 我沒事了 你沒事了嗎? 表姐, 實在你現在還想搞這麼多事? 一層樓就倒手了 當初你也是為了一層樓才嫁給他 你突然說這些話幹什麼? 那時候我媽媽走了 在我聚餐的時候, 有你出院 還給了我希望, 還給我兩個女兒 還給我投家 是我讓你沒了一層樓 還要回來舊屋做工人 別這麼說, 要熬一齊熬 我介你為一層樓的嗎? 我知道, 那時候金融風暴 這麼急, 你又想賺點錢 很快就買一間樓 你知道我最不開心的是什麼嗎? 上不了車吧 一天都是你, 我也說分開兩姐妹抽 你幹嘛要放在一起? 又說什麼個人抽籤率很低 一天都是你, 車志明 因為你沒運, 沒運學什麼人抽居屋 想你也不要想 還沒加名之前, 你不能回家睡 丁先生很快就知道我們中空寶 他就繼續討好他 討好他之後, 他加了你薪 加完薪了 我們很快就可以儲得首期買樓了 是你和你同期入公司的 兩層樓拿手, 第三間都來了 我們雖然不在這裡住 別說抹抹抹他也開心 對, 丁先生, 早晨 早晨 早晨, 志明 早晨, 早晨, 丁先生 Moker, 合不合? 不好意思 是, 預料了你 我給你多少錢 不要, 大家這麼熟, 不用了 稍後收拾好東西, 進去對對數吧 是, 丁先生 好, 不如你也叫我Fanny Karen也是這麼捱我 Fanny? 笑騎騎荒毒蛇, Friendly Fanny的名字也壞了 Karen是你叫的嗎? 表姐夫 我專門來光顧你, 是不是很驚訝? Ada? 是, 剛才回香港嗎? 你真會開玩笑, 表姐夫 我們前天就沒見過 不是, 你沒見到我 你跟表姐在廁所裡… 神經病, 你怎麼吃錯藥? 前天…前天我都沒回家 你沒回家? 那廁所那個男人? 難怪他只是假裝咳嗽沒說話 什麼男人? 阿斌, 我告訴你, 你不要亂說話 我沒有亂說 那天上到你家裡有一大堆紅玫瑰 然後表姐還說跟你慶祝什麼? 初吻紀念日 初吻紀念日? 你是不是疏上腦了? 最近做了作家? 你寫什麼日劇還是韓劇? 初吻紀念日, 說得出來說 我不是亂說的 你不是亂說, 你專門說是雞說 我是認真說的 我看著表姐進廁所裡跟你 搞得變成雞說得把褲子飛完出來 你的褲子飛出來 你的照片 你不要胡說, 我告訴你 不要亂說話 那就是那個男人是不是你? 那是男人 幸好我拍下照片 我讓你看, 我拍了照片 是不是你家? 是不是表姐的褲子? 還好嗎? 是嗎? 是呀 在想… 好…待會見… 誰? 千千 千千, 說兩句 你們在工作吧? 好…別說了, 再見 我走… 千千, 喉嚨痛嗎? 不是, 沒事 男人的聲音 不是, 哪有是…我走了 古古怪的 請我就行了 也好, 你這麼疼這間屋 有你幫我忙, 我就放心 齊志明 這個月的生意很好 跑人到東區幾銀, 很好 我老婆遲了, 是不是去你家撿屋 是呀, 幹什麼? 你是不是買了一大堆紅玫瑰 是呀, 什麼事? 你們倆是不是在廁所搞什麼呢? 你知道了 那是你老婆求求我 我沒理由不幫她的 我跟你這麼好朋友, 是不是? 你不用多謝婆子 你怎麼打人啊? 我不是打人啊, 打畜生啊 我沒有搞你老婆 那時候我在洗澡 你老婆又失敬無神 和她表妹上來 她又求求我幫忙騙她表妹 說那間屋子是她的 所以搞得那個胸部也飛了出來 那個胸部也飛了出來 是因為你老婆實在太好戲了 她全程自貶, 自導自演 先說明說 當時我轉身 我沒看過任何東西 我也不想看 不過如果你老婆不是做得那麼盡 怎麼騙她表妹走 騙她表妹走? 老婆要做表妹 真的有時候什麼都做得出來 你下次打人之前, 先搞清楚嘛 行了, 抱歉 曼曼, 表妹親眼看到 爸爸生氣爆爆地走進去 很久了 糟了, 爸爸會不會有事? 對了, 你家裡為什麼這麼大雜花? 總之不是送給你老婆 這樣也好一點 送給你女兒 曼曼? 是千千 千千? 我覺得千千是個好女孩 我很想追求她 對, 我很有誠意 我也是這樣覺得 千千是個好女孩 還行不行? 我告訴你 等一下 沒事吧, 師傅 千千 千千是個女兒 你幹嘛又打? 你殺了她七 大家撕掉人, 你別亂來 最差勁關了那扇門 我們就不能進去 你別管 你這個禽獸 你幹什麼? 我想打你很久了 爹爹, 爹爹, 爹爹 我認得你了 就是她上你家裡找表姐的 你就是姦夫 我吵我八婆 八婆, 你別胡說 我跟她媽媽, 她老婆沒事 我只是爽了一尊千千 你明白嗎? 這樣也行嗎? 我六幾千 不行 什麼不行? 你聽我說 你想得別想了, 你這條甘如鹿 甘如鹿 甘如鹿 請走…不要… 甘誠明, 甘 什麼? 你找那些貨擲我, 你是不是不想撈 不撈又怎樣? 我告訴你 我有樣子、有樓、有身材 你二十年來, 你什麼都沒有 你們整家人都只是租我一層樓 現在我追芊芊, 我正在幫你 你聽我說 我甘誠明, 你什麼都沒有 我都沒有, 但我有兩個女兒 她們是無家寶 爸爸 我不會為了登宮, 出賣我兩個女兒 丟到沒有? 我得到沒有 沒法解釋, 得失錯漏 剛剛聽到, 望到, 遠更改 不知惡慮追究 一生何求 神判決放棄擁有 好盡我這一生 觸不到已拋開 一生何求 迷茫裡永遠看不透 沒了到我所失的 永遠看不透